广东人的餐桌上少不了几道白灼的菜 白灼汁 不仅做法简单 味道还很鲜 生抽 蒸鱼齿油 料酒 一勺蚝油 少许胡椒粉和白糖提鲜 加两勺清水搅拌均匀 小葱 红椒 大葱摆放整齐 像我这样切成细丝 清洗一下 颜色更鲜艳 浇一勺热油 激发香味 锅中留底油 倒入提前调好的酱汁 大火烧开 倒入碗中 三丝和酱汁合为一体 白灼汁就做好了 想蚝油的时候呀 一定要看配料表 像我用的这个李锦记就装蚝油 它真的是和普通的蚝油不一样 李锦记的这个啊 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蚝汁 它是用非一技法熬制出来的 吃起来是馅儿不是咸 无论拿它是炒青菜凉拌菜都没问题 而且这个牙膏管的设计真方便 不像以前的那道玻璃瓶 用久了瓶盖都粘住了 炒菜的时候甩都甩不出来 这个就用多少挤多少 最后一滴都不会浪费 勤口还有防漏法 用完了也干干净净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 真应该给家里人吃点好的蚝油 很多人做白灼虾都喜欢加水煮 这样营养和鲜味全都流失了 下面就把海边渔民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把8块8一斤的大虾倒入锅中 加葱姜 料酒去腥增香 扣上盖子 大火煮三分钟 全程不用加一滴水 这才是大虾肉质鲜嫩的关键 这样煮出来的大虾 鲜的美味 孩子一口一个 好吃到连壳都不剩 肉质的产生